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回到遊戲頻道 那這一集是我們的觀眾投稿 由投稿方 這是紫色的永恆 第一次投稿 所使用的是西西里 那雖然永恆常常 蠻常跟我玩的啦 但他是第一次投稿 因為 這陣子他也是 是一下在練習 然後跟大家提個外話 就其實兩個月前 永恆是 還在打電腦的玩家 那他的團戰分數是從0分 打到現在快2200了 就真的進步很多 然後我這一場會講到一些 我覺得新手怎麼樣挑文明 的一些我自己的想法 跟大家分享 好 那這場是阿拉伯2v2 那永恆是配燕 那燕是選葡萄牙 葡萄牙可以幫隊友開圖 幫自己隊伍開圖 這個文明我覺得在團戰 還蠻強的 葡萄牙其實還蠻強的 好 那 那 永恆這邊玩西西里 我一看到我就直接做了 為什麼 不是說插隊 就是 主播有興趣我就會直接做 那西西里在阿拉伯這張地圖 其實出場率非常非常的低 原因是因為主流是小公 或是 寄兵文明 那步兵文明就 出場率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就算是能玩的步兵文明 比如說像日本 條盾 還有誰啊 賽亞特 這些是還可以 稍微打馬 還可以打馬 那西西里就 好像除了蟑螂以外 沒有其他特別強的東西 跟哥德爾很像 所以 我就決定先來做這個觀眾投稿 好 那分數是 2400 那我自己覺得 永恆 打這個 西西里 還不錯 蠻強的喔 我是這邊 要跟新手 觀眾朋友們建議一下 如果你覺得 那一個文明 你用起來很上手 不知道為什麼 你用它 就很上手 然後就常常贏 那就代表 你是適合那個文明的 除了那些版本文明以外 我們不講麻雅 我們不講阿茲 不講中國 那些比較強勢文明以外 你其他文明用起來 唉唷 用得上手 那你就練它了 喔 幫助你趕快找到你自己的 這怎麼講 真命文明嗎 喔大概是這樣 喔 講完了 好 那這場我驗我就先不看 我先看一下 那個 永恆這邊的西西里 那 西西里 葡萄牙 是打小公的話 那 永恆應該是打 騎士仙 然後這邊 喔 這邊會死出 死穿嗎 永恆你會死死掉嗎 What 喔 救得到 救得到 會不會卡到 卡到 好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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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還有 喔 喔 欸剛剛那個攻擊 差點咬下去 哇你是故意的 是嗎 想嚇我是不是永恆 心跳差點 抖出來了 好啦我跟你們講 因為我最近上片上很快喔 所以我都沒有提前錄製了 我剛剛才跟你打完天梯 現在是半夜三點 好 因為我要在禮拜五中午 發布 所以 可能下禮拜 我觀眾朋友的量 又會減少 不會每一天的中午12點出喔 因為如果我中午12點出 又要出天地對戰 又要播直播 主播跟你們講 我會掛掉 所以 如果沒有上到你們的片 或是真的 晚上的請不要怪我 我很努力的 真的 好 好 那三人伐木 十八村 十八村 十八村就點上去 喔 這邊有推路 然後吃了這些 兩隻豬也吃了 這邊 三個果實 然後集中 殺豬 哇 永恆你變強了 永恆你變強了 我還沒有看過你十八村點上去喔 這身體速度很快喔 哇 你把一個 果實的 村民 拉來 多吃豬 加速他的升級效益 然後又推了一隻鹿 然後就出去探了 哇 這是標準的 頂尖玩家耶 你現在這個起手 除了那個豬以外 這配置 完完全全沒有問題 完完全全沒有問題 包含現在 出去看 你該不會上風劍奈殺他會殺他嗎 永恆你會嗎 你上風劍奈殺他會不會砍他 他現在在圍圍牆 我看一下喔 你會來打他嗎 喔他也上來了 阿法蘭克跟你一樣 十八村 點上來 好那這邊雙方都是 就是 法蘭克這邊沒有蓋嗎 就我現在才蓋 因為他這邊木材剛剛晚了一點喔 因為他是一個大開圍 那你會跟法蘭克對撞 這個伺候嗎 他伺候比你強 燕這裡也是一個超級大開圍 然後這邊還遇到一隻 這個是狼還什麼的 不知道 喔獅子獅子 好夜夜這邊就是標準的高端玩家 上風劍就是找這個殘血村民 然後再蓋圍牆的就先殺一村了 所以主播是期待你來殺這個 如果真的可以的話 你來殺這隻 你這隻伺候來殺這個 蓋圍牆的這個村民 喔可以 來砍他 水啦 這樣就對了 各殺一村 下路殺一村 上路殺一村 這邊會虧過嗎 這邊不要讓人虧過 好 這邊很漂亮 這邊很漂亮 好 各殺一村 然後這邊你也被殺一村 這邊為什麼你會被殺一村啊 嗯 你這外面沒有殘血村民啊 所以你長槍兵沒有在這邊顧 可以的話再生一個長槍兵 因為我在尾勝那一集有說過 最穩的方式就是 戰牙還沒有尾好之前 多生一些長槍兵 比如說三隻左右 你現在有兩個人在尾 就派兩隻長槍兵 這邊一隻 這邊一隻 這樣肉麻就不會進來騷擾你了 那小公又現在進來的話 比較 比較沒有辦法 一次進來就 殺到了 因為他可能要點一擊射 然後他可能要續 他的五隻之後才會走進來 不然他一隻一隻走進來的話 他是會被這個刺猴收掉的 除非你空兵集神 像雷瑞這樣 像Hera這樣 好 那這邊沒關係 你死一村 你也殺到藍色一村 然後燕這邊應該是沒死村啦 喔燕這邊 哇燕這個圖怎麼那麼醜啊 不是醜啦 就是 好難為啊 好大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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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永恆這邊也開圍 這邊就是開圍時間 看一下 好你45滴血 喔這邊 砍他嗎 哇靠 永恆你會進步太快啊 有人真的在練喔 死一村 你又殺他你死 哇法蘭克的 法蘭克覺得他赤猴強 所以 你看他長槍兵 從下面是剛生出來 應該吧 好他的赤猴硬生生比你多血 你應該要跑 要跑 除非除非你量比他多 好這邊可以可以 他兩隻過來了 哇拉掉可以可以 哇你這邊OK耶 哇你這邊OK耶 好這邊還有高地 你乾脆來高地打他 你該不會來高地打他 好拉走 拉拉拉 啊沒拉到 沒關係沒關係 還是可以吃掉 好這邊打得都不錯 打得都不錯 那這邊 法蘭克跟 綠色的敗戰艇 聯合來打 YA 哇 YA這張圖已經夠難為了 然後還被先守 那YA應該是有告訴你 他被打吧 他有告訴你嗎 我不知道 因為最近YA不開麥 因為他的麥 吱吱叫 但是 剛剛今天有一起打一兩場 就那個麥應該是 沒事了 沒事了 很久每天要YA的聲音 很想念 開麥 沒關係啊 觀眾如果覺得很吵 我就不開直播了 好 那這邊 看一下 哇 驗現在 哇 我順便驗一下 哇 加一個大高地耶 門口一個大高地 這個 兵家避震之地 等一下看一下 好 看這邊好了 永恆 這裡跟隊加法蘭克 法蘭克已經全圍死了 那這邊可能就沒辦法 再做一波的進攻 那我想知道永恆存寶時代 先打騎士再轉蟑螂嗎 還是 用到帝王 有轉兵起啊 有轉兵起啊 這個西西里 你過度轉兵從 騎士轉步兵的那個 中間點 假設 他們去打燕 2v1 打燕 燕被打掛的話 那可能蟑螂出來 可能就 還是沒有辦法 因為我覺得2v2 阿拉伯這張圖 只要有一家被打掛 另外一個人很難 carry起來 除非他是拿 超級C位文明 立陶宛 哥德 蒙古之類的 不是C位文明的話 可能就很難carry喔 好 好 再補一個馬就 雙馬就 這邊 雙馬就 正常棋手 這邊 雙弓箭長 這邊 燕雙弓箭長 然後燕再滴滴 吃這個敗戰亭 怎麼那麼省 燕怎麼那麼省 燕這邊有 20隻 19隻 小弓 你要去哪裡 發動攻擊打這個 法蘭克嗎 沒有 沒有人回來回來回來 燕這張的墓區其實還普爛的 這邊一個 這邊有 不知道是沒看到 好燕已經走出去了 打一波先手嗎 打一波先手嗎 這個量 這個量 這量很OK 然後燕沒有先點一級防喔 把科技 錢先拿來點二級色 二級木 開TC 可以 好這邊 繞過去 因為這邊 他壓著高地 直接斷補給線 可是又要繞回來 從屁股繞回來嗎 抓到他補給線嗎 還是燕覺得他會比較早升級 欸怎麼一直在看燕 不好意思喔 因為這邊喔 現在永恆跟對家 法蘭克 在開農了 等一下再說 先看這邊 我覺得這邊也好重要喔 好這邊 上來第一件事情 還沒上來 三個射箭長 比亮比亮 好繞過來 從高地 哇這波夾殺 這個 我看了什麼 繞了一大圈 結果是從 側邊的高地 這樣子下來 哇靠 但是這個綠色 團戰這個是2400 綠色 他知道要上高地 然後現在法蘭克生了兩隻 但是他沒有2加2 其實 這邊 嗯 法蘭克這個 這個騎士先別上 會比較好一點我覺得耶 嗯 但是這一波上來 這一波上來 燕還沒上來 哇糟糕 糟糕糟糟糟糕 那現在永恆 要來救燕嗎 要吧 卡門口卡門口 哇糟糕糟糕糟糕 這個騎士不能放進來 會突啊 哇 死光光 死光光 搖咻搖咻搖咻 哇一波圓圓的 哇這邊就是西西里 他不是阿拉伯的這個 強勢文明說意 呃 全部說經濟 永恆這邊調配怎麼樣 因為法蘭克為什麼萬用阿拉伯 一級農二級農免費升上去啊 那個田 農很快 好那這邊燕現在被1v2 然後 永恆的西西里是2加2 這邊2加1 可以可以但是 永恆這邊馬 前面幾隻要先控好 前面有幾隻先控好 然後對面敗戰艇還沒有升上來 為什麼 喔升了升了升了 但是這一波可以喔 這一波可以喔 再高地打再高地打 喔上高地上高地 上高地 好這邊先拉一下 好不上高地 因為這邊藍色騎士很多 藍色騎士很多 先看一下藍色有沒有開TC 藍色2TC 西西里 西西里現在2TC 可以 呃燕是單TC 好 燕這邊可能沒辦法開TC喔 目前 先穩一波 拜三體為什麼我回去了 拜三體去哪 這高地很精彩 哇經典的這個 2400團戰的這個阿拉伯2v2 好精彩好精彩 這邊三個射箭場 哇我可以偷看一下燕 呃等一下 夜市三村 拜三體36村 前面好像也沒有殺到拜三體太多村民啊 為什麼他村掉那麼多 難道我沒看到嗎 好先不說了這邊一個BK 但是法蘭克機體沒有上來 這個加攻擊力10加12加1 這攻擊目前沒有用 要耐的注射 耐的注射 能活下來的騎士才是王者啊 但是這個高地卡的很漂亮 對手卡的很漂亮一直打不上去 但是這邊法蘭克我個人認為 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他沒有點2加2 他點的10加1 好這邊投車 先點掉 可以直接吃掉了 這騎士永恆再上來 可以把 把他吃掉 好這邊一直在拉打比空兵 哇這一場你們打得好精采喔 那永恆這邊只有一隻騎士先 先哇這邊被射 不是這邊你算2加2 但是這樣你這樣子一隻一隻送不行喔 你還是要配合燕 你還是要配合燕 好這邊先拉走先拉走 現在是3TC 反而是3TC 永恆3TC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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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單TC 已經因為家裡的剛剛有說 還沒打之前 看到那個燕家裡的一個大高地喔 前面一個大高地 然後敗戰艇居然已經開了2TC 但我覺得這還好 這還好 趕快在短時間內把這個強軍師 哇這邊投車車 可以躲掉嗎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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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發 兩大發 哇 這好虧啊 好虧啊 怎麼辦 哇那高地的投石車真的 啊 BK一下很漂亮 嗯 嗯 好這邊燕開了第二個TC 然後四個弓箭場 這場等下靠永恆喔 農起來 蟑螂開 哇這邊已經補了四個馬舊 法蘭克也四個馬舊 好 分數很膠著喔 但是敗戰艇這邊為什麼挖黃金這麼多 然後這邊沒有在開TC的呢 這個木材吃的偏醜啊 嗯 感覺敗戰艇可以來這邊開TC 他要在這裡也行啊 但是木材快沒了 哇 這邊經濟有點拖到 我覺得我覺得他的經濟拖到了 好 那如果現在這個門口 清不掉 如果剛剛敗戰艇有3TC 農得快的話 其實地塊 上來又快 打一波 嗯這場不好打 這場真的不好打 靠西西里後面的 搓搓加 蟑螂 加格子馬 那永恆這邊是幾TC 1 2 3 4 難道是十字軍東針逆轉嗎 拖到十字軍東針 好 敗戰艇這邊 點力王 已經上力王了 他經濟很爛 他現在才開3TC 打一個算是直地嗎 算 但我覺得為什麼 剛剛這邊沒有過來打 燕 騎士沒有過來打燕 然後比較納悶 好不管 反正燕現在開殺了 配合永恆 但這邊是要換家嗎 對 哇這個有一點 冒險 因為燕家裡沒有城堡 然後這樣子走過去 假設說真的 現在永恆還沒上來 帝王 這樣換家 他不推耶 為什麼呢 因為 法蘭克他挖石頭很快 不是挖石頭很快 他可以有一個寶 買一買 480石頭 就可以擋住這些公司 目前 可是燕家也不一樣 燕家也會爆炸 嗯 這邊很兩難啊 這邊很兩難啊 因為對面敗戰警也上這個強弩兵了 因為對面敗戰警也上這個強弩兵了 好 但是這個法蘭克居然沒有即時去買石頭還幹嘛的 直接讓人家這樣進來 我這邊法蘭克也是一個失誤 那燕家裡本來就沒有東西了 去換一個家裡很有東西的 有機會嗎 把法蘭克衝掉 機體是一樣的 這邊要小心 對面有沒有BK什麼 好 對對對對對 拉過來給燕射 好 再來 但是這個騎士其實有點少了 我只有18隻而已 點帝王 點帝王 好這邊做一個拉打慢慢退 那這邊永恆看要不要蓋這邊 城堡在這裡 然後點十字軍東征 你有幾TC 12345 哦TC 哦 永恆要Carry了嗎 對面敗戰艇第一塊經濟很弱 他現在又拉了幾個強弩兵過來 哇燕在這邊高地輸出 哇法蘭克被拖到 法蘭克這沒有壓寶 這大失誤啊 法蘭克城堡那麼便宜 緊急稍微市集賣一賣 欸他沒有市集是不是 剛剛 有啊 哇 那這樣失誤很大哦 法蘭克的失誤很大哦 他把木材賣賣 然後買石頭 先來一個寶 這邊好疑問 法蘭克就是先來一個寶 就這樣 好 那這邊敗戰艇有推炮 有這個 有這個這個在幹嘛 這在幹嘛 哇 現在很C的這個敗戰艇輸了 這TC還沒拆掉你這樣子走過去 公兵穩命 現在打公兵的就是推進比較慢 但是現在配合這個強弩兵 很多騎士現在衝下來跟 喔燕跟這個永恆決意實戰 但是 喔永恆上來了 吸吸力但是這邊一個高地 這邊一個高地 好這邊燕的操作非常正確 先把強弩兵換掉 先把強弩兵換掉 因為這個騎士現在收不掉 射他也射不通 因為已經是2加2上來了 這些兵也不是強弩兵 好這邊換掉之後 永恆蟑螂出來 可以蟑螂出來 可以蟑螂出來 哇你要1打2了 你要1打2了 但是你現在會先打法蘭克 還是先打敗戰艇呢 好看一下你的表演 這邊要配合燕 對沒錯配合燕 那這時候其實主播認為啦 你支援很多 你趕快先把科技然後房子蓋一蓋 然後給燕一些木材 然後他的村民集中去挖黃金 讓他趕快把更多的弩兵生出來 這邊不用報警 趕快撐一堆弩兵 一堆弩兵 然後你等你肥了之後 這場可能對面就結束了 你再把多的食物跟木材給他 燕可以慢慢再弄起來 大概是這樣大概是這樣 好你現在要去打哪裡 你這邊還有一坨格子馬 然後你這邊有一次十字軍東征上來 你這邊會跟他打嗎 你這邊這樣子被他點不行喔 玩這樣子跟他點不行喔 如果你這樣走不掉的時候 你就直接上高地跟他打 好這邊抓到一大坡 這邊的格子馬 要來殺這個敗戰艇敗戰艇 家裡完全沒有防守 沒有經濟 只有強奴兵 然後火炮這樣子掛掉 哇整地戰 遇到這個小組配合 我這一場我很感動 因為我看到配合2v2 自從我看了尾聖那一集之後 那2v2那配合多重要 你看燕已經沒有加了 他還是出爐兵在幫忙 好現在你會來幫燕嗎 這邊好多騎士 哇這個TC要馬上爆炸了 這騎士要馬上爆炸了 哇這場是超級大患家 這個寶可以這個寶可以這個寶可以 但是綠色好像沒有什麼村民 也一直在逃亡耶 雙方很焦灼 然後燕剩幾村 燕有75村 然後 一批71 哇剛剛那一波法蘭克家裡沒有蓋城堡 影響太多了影響太多了 燕村民都在這邊躲著躲著躲著 分散風險躲著這邊有城堡 好這毫無疑問是永恆告訴他的 因為永恆是會溝通的隊友 然後這邊紀錄檔壞掉了 是嗎 好剛剛由於 呃紀錄檔的關係閃退 那好不容易再拿到另外一個 從燕這邊拿到紀錄檔之後 呃我們比賽重新開始 那我聲音應該會稍微不一樣啦 因為 因為 昨天錄一錄 試了各種辦法都沒有辦法錄喔 所以 我就睡覺了 要說昨天嗎 還是早上 我媽不知道 啊反正四義帝國是閃退問題 也是一個幹字啊 就這樣 好 好那繼續回來了 我們這個精彩的比賽喔 因為這一場打得非常膠著 無論如何我都要做 無論如何都要做 好那這邊剛剛燕的那個村民 全部都躲回來這個 燕的家 呃永恆的家 然後現在西西里的格子馬 對撞這個法蘭克 那西西里雖然沒有遊俠 但是這裡是 12加4 2加4 2加3 2加4 然後140滴血的 西西里格子馬 啊還是不錯用 那這邊法蘭克直接撞這格子馬 就非常非常的虧喔 那我看一下 現在格子馬跟努冰 要來打法蘭克 哦 第二次進攻這個法蘭克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點 就是這個法蘭克 他完全沒有城堡 家裡好多田 可是沒有防守 已經第二次進來了 然後他現在才在挖石頭 嗯 這裡給燕跟 永恆一個很大的 輸出空間 那坦白說 好那燕剛剛 透過永恆給他食物 現在也到帝王時代了 那燕這場其實就有強弩兵 幫忙輸出其實應該就可以贏了這一盤喔 好這邊法蘭克其實很多 但是他沒有上來格子馬之前 他就這樣子跟你兌換 呃 這個我又看不懂了 這個我又看不懂了 好強弩兵呢 這些遊俠都送送掉了 又一波 等你現在上來格子馬已經都死光光了 為什麼沒有城堡啊 哇 我雖然是對手 但我也好想幫隊友加油 因為這場 大家打的確實很膠著 可是 反而是沒有城堡啊 然後這邊 敗戰的強弩兵過來 這邊比較隱憂的是 焰流下很多的石頭跟黃金在這邊 喔 這邊偷偷的偷挖 很讚 喔 不然那個資源等一下給法蘭克 他衝遊俠 呃 又難打了 又難打 這邊咧 這邊咧 結果西西里沒有出蟑螂 好 因為走的慢 這邊是格子馬加強弩兵 那敗戰警現在很尷尬 他推進很慢 然後兵也少少的 火炮露在外面 基本上 嘖 沒有什麼用 那我覺得其實敗戰艇 趕快轉垃圾兵 轉戳戳 來幫游俠這邊 法蘭克可能會好一點點 或是 他剛強弩兵 跟這個法蘭克的格子馬 上來格子馬 打一波 老實說 我覺得 對手會贏 我覺得這邊 就是一個是有配合 你永遠看得到紫色跟紅色一直在一起 紫色跟紅色一直在一起 一個輸出一個肉盾 然後這樣子一一在吃對手 這一場就是一個完完全全的配合的教學片 你們不覺得嗎 反對溝通 配合 在這一集裡面什麼都看得到 都有 好 這邊 馬進去 但是遊俠現在 不是遊俠 這個法蘭克 144滴血 多了一點點的血量 但還沒有遊俠 還沒有遊俠 還沒有遊俠 好現在 八三點回來救駕 這邊看有沒有機會直接就死牆了 然後做什麼貿易之類的 當然手術的問題 哇 有火炮 但夜沒有黃金嘛 永恆沒有黃金嘛 打到沒有黃金了 這火炮 GG 結束了 不用做貓易了 哇 沒有村民了 被洗臉 支援是有的 可是被洗臉了 然後綠色 哇 完了 本來不應該 看這個綠色完了完了 火要起來了 火要起來了 這個東西全部給法蘭克 快暫停轉垃圾兵 你們覺得對手會輸嗎 不一定吧 嘖 原來是這樣的結尾 哇 整體復盤一下好了 首先 投稿方永恆 你進步很多 你十八村點 弓箭 用西西里 前面有殺到一村 你這邊有個小失誤 那主播建議 生兩隻長香兵 或三隻長香兵 只要有人去圍外面的圍牆 單獨的 你就生長香兵 因為對家是法蘭克 如果認真要打的話 是這樣啦 建議 這是最最保險的 最保險的 這真的是最保險的 你寧願 肉馬進來 你那個長香兵 你可能要去追他 搓他 你都不要去追了 你就保護著這個村民 這是一個小小書 但其實還好 因為有時候是 考量到那個手術的問題 就其實 可能你知道 主播也知道 可是我們在實戰玩的時候 手術不夠 還是會死 還是會死 好這個其實是 沒什麼問題 那城堡時代 呃 你是開了2TC 後來3TC 那我不確定 是你經濟條例不好 還是怎麼樣 就是上了法 比法蘭克玩 其實有點多 跟主播是同樣的問題 你上城堡跟 其他同分段的選手來說 玩家來說 是拼慢的 拼慢的 但這場我不講 因為你是玩西西里 前面跟法蘭克對經濟的話 是沒有優勢的 但確實在這邊 燕是 被1打2 非常難受 讓他單TC 然後 4個攻堅長再撐 3個攻堅長到4個攻堅長 再撐 這邊其實有點危險 我是說 而且特別是這個地形 燕的地形 外面一個大高地 被壓著 很難打 所以可能 封建到城堡時代的這個配置 還要再 一起努力一下 但這也沒有說很大問題 其實這盤最近打得很好 那後面就 我目前覺得沒有什麼大問題 就是關於配合 跟燕的配合 基本上 你們從頭到尾都是兩個人 再打一個人 兩個人打一個人 那對手 我不說可能是野團什麼的 因為 藍色跟綠色沒有什麼配合 綠色打自己的 然後綠色 少少的強弩兵跟火炮 其實說真的 這個永恆你的馬 要過來說 輕而易舉 那這邊 燕搬家搬得很快 邊打邊退 這邊分散風險一群 這邊下面底下也有 風散風險一群 然後這邊又偷偷挖 資源 然後 食物從 永恆這邊獲取 那村民集中挖這個 黃金跟木材 全力出這個強弩兵 弩兵 然後配合打一波 增加輸出 這很經典的就 阿拉伯2v2 應該要有的配合 那 我不是說對手打不好 那你可以看到對手 各位觀眾朋友們 可以看到對手 他們可能是野團 所以 我不確定 但可以看出來沒有配合 加上 我個人認為這裡 法蘭克跟敗戰亭 如果要打配合的話 就 敗戰亭還是得開農 第一波被打退抽 還是得開農 家裡先幾個寶 兩個寶 穩住 法蘭克沒有寶的話 請敗戰亭過來 幫忙出垃圾兵 什麼的 守住法蘭克的家 因為法蘭克後期 有遊俠也是C位文明 當然啦 大後期是偏弱沒有錯 但有遊俠的法蘭克 呃 洗不掉永恆 可能 可是可以找到 燕 直接把燕洗掉 這一點是 我覺得對手打錯的地方 那差一點就是配合 跟溝通吧 好 那 總而言之 這是一場非常非常經典的 2v2阿拉伯團戰 團戰 2400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這集的轉播 就到這裡告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 2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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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v4 4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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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v4 5